好 檢視工具箱也可以 那底下再拉一個框框 再拉一個按鈕 再修改這個字的大小跟這個字的大小 改完之後改成類似像這樣子 就可以把它執行一下 就OK了 不過呢 還沒講完 為什麼 因為按下去沒有動作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 你不可能叫使用者按這裡 對不對 你會說 請你到VivoBasic裡面 按下去就可以看到表單了 對不對 所以不對啊 那怎麼辦呢 所以你勢必要在哪裡呢 這邊可能按個按鈕 它就叫出來了 這叫手動啟動表單 或者是第二種方法 就是Essail啟動的時候有沒有 他也跟著跳出來了 這樣不就更好 對不對 直接就跳出來了嘛 甚至你以後可以大一點 反正Essail啟動之後的話 就整個這樣 把它遮住了 然後呢 我們需要這樣 當他填完之後 計算之後有沒有 它又自動關起來 有沒有 然後下一次要計算再跳出來 所以這個大小跟裡面怎麼安排 放顏色 都有你自己來決定 不過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時間的關係 可能講完 應該時間不夠 所以下個禮拜 不是 這禮拜六應該就可以講了 OK 回去的話 我想 各位可以多多試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我們就讓大家看 畫面再看 大家 往下 看 我也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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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 這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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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中 谢谢大家